在台北小巨蛋的三场演唱会在昨天画下了据点 最后一场的演唱会上上演了超级感动的一幕 当刘德华看到台下粉丝准备的应援牌子后感性泪崩 让不少华嫂也在台下哭成了一片 长方生长舞台震撼开场 让天王刘德华华仔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画下句点 上演感动一幕 只要你们愿意我继续唱 只要你们愿意我 我一起拍 只要你们愿意我永远都会陪着你们身旁 余带哽咽 余不舍 刘德华已看到粉丝的惊喜应援 牌子写下不止今天 I love you 一万年 让天王也撑不住 我希望你们会看到我120岁 因为我想看到你们变老 天王情绪激动 频频事累 台下华嫂们也哭成一片 快为11年再度来台开场 却遇到台风搅局 也考验刘德华的体力 不过如今要抢到演唱会门票 并不容易 甚至还有不少黄牛 城市抢票搅局 经常一开卖就秒杀 用城市抢票 那这样就不用一个合法的售票系统 太公平 他不会那些城市的话 那他也是有亏道 但粉丝得注意 依照文创法规定 其实用城市抢票并不违法 警大资管系教授林建龙也解析 如果只是用来取代人工操作 没用其他人或伪造资料来购票 而且没有干扰或破坏购票系统 恐怕不够全犯罪 所谓不正方式可能是利用系统的漏洞 或者是大量去购买来勘换这个售票方的 城市系统的情况下 那才可能违反这个文创法 不过写城市 恐怕依旧不是依循公平流程 下一步有没有办法可管 各界都在关注 接着今天晚一题 TV报道